华冰怎么变成华一胶 2019年亚洲国际花式华冰经典赛台北战 原定10月在台北小巨蛋登场 没想到华冰协会23号晚上紧急在官网发出公告 表示收到国际华冰总会来函 通知台湾因为国际情势的关系 不适合办理华冰赛事 所以决定取消台北的主办权 改由香港协会主办 比赛地点则移失到中国冬晚举行 言下之意华冰协会似乎被蒙在鼓里 引发外界质疑是不是受到中国打压 没想到国际华冰总会24号晚上发出一张声明 5月底收到来自几个亚洲会员国 包括中华民国华冰协会在内的意见 希望活动能改到其他亚洲国家主办 总会就邀请了有意愿的亚洲会员国 讨论最合适的主办程式 在中华民国华冰协会同意下 改由香港主办 国际华冰总会是不是打了华冰协会一巴掌啊 中华民国华冰协会有提出来说 要不然有没有其他人愿意来办 他们是有证实的这一点 华冰协会和体育署下午将举行记者会 旋转跳跃到底是谁 先停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